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与安徽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公司后 映入眼凉的是忙碌与吼热的设备安装高峰期之下的朗博拉巴海螺施工县厂 那高耸的预热器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期望 在这里 新的工作环境 新的语言并没有让我望而生畏 相反 在这些可爱的一带一路上一时限制的热情帮助下 我的每一步无比坚定与松实 期间 我从事很多岗位 从私办员到发货员 从协助工段管理到学习水泥墨操作员 从制造分散 转岗总经办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 下面行友我带大家走进美丽的朗博拉巴海螺 这是公司石灰石矿山 站在这观景平台上 整个朗博拉巴海螺和周边三参美景 静缩延底 这是公司的发运广场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静缩场的色料 仅然有趣 比资的长黑的道路依然无语 这是公司的水泥墨 高耸停拔的裤身 带着宽阔的度量 防火助人搬树裂 这是公司的生产工艺系统 各类原材料经以皮带运输进入窑内 在多道的工序后便完成了水泥生产 朗博拉巴海螺是一座花园型工厂 无数安徽的建设则奋斗在这里 致力于帮助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受益者 我深深的爱着这里 驻足成长 花式绽放 世界水泥看中国 中国水泥看海螺 从公司王朗博拉邦省城抒发 在桥头您可以看到大气的广告牌 一路上翻越西湖的山软 双梭绿林双流之间 途经熙熙攘攘的闹市 海螺水泥酸传广告络绎不绝 每当与老窝民众交流聊天 当说说我是朗博拉邦海螺人 后 大家都不由分竖起大拇指 这是对我的认可 更是对海螺的想念认同 终老铁路 一条绳在终老两国有益的路 每当我乘坐终老铁路动车时 走进设站 看到一座座漂亮大气的红设站 用的都是朗博拉邦海螺山长的水泥 我就被赶制好 海螺水泥建设美好了 朗博拉邦海螺正如酸酸鱼 所说的那样 时刻已实际行动证明 海螺水泥为老窝的发展 留下迷人的安徽足迹 一路走来 我很感激公司给我带来的 成长机会和平台 在这里 我三个月就学会了中文 得以让我三与 主持公司举办的产品推荐会 三家泼水节游行 甚至还在乘坐终老铁路列车 与中受到了中央电视台 关于终老铁路采访的机会 这一幕幕都是与 朗博拉邦海螺同行的应急 也是我人生新孙旅程的重要一环 承担起则 敌立前情 海螺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 阿苏坡省水电站 汇坝木船 周边隆纳诺孙小学 工艺助学都能看见海螺的身影 公司还定系对场外的社会道路进行修缮 2023年 国体书想上意帮助周边混男儿童 公司欣然同意 2024年元月20日晚 朗博拉邦海螺新孙王会及绝对邦福一事上 完成了绝对邦福互动和专款助学一事 帮助了八名混男儿童 和筹得爱心助学款人民币约6300元 我想这就是海螺人 爱心的贡献 很荣幸我申诉其中 祝愿朗博拉邦海螺事业长红 这是现任老博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通论 参观朗博拉邦海螺的提示 也是老博人民的衷心祝愿 一带一路 上一让安徽海螺集团扎根老博 让朗博拉邦海螺 善于到老博经济社会发展中来 我相信海螺在老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去到中国 去到安徽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学习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生动实现 在我的家乡传播这些经验和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海螺 了解安徽 共同写手朗博拉邦海螺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